方野望去 佔地52公頃的土地 布滿雜草 看似不起眼 這裡卻是台積電德國廠預定地 20號動土典禮 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嘉親非德勒斯登 德國總理肖茲也會出席 看得出德國政府 對台積電設廠的重視程度 主要的製程大概就是28221612 這樣子一個非先進的一個製程 台積電這一次的話 選擇跟德國的車商跟汽車店合作 其實也是一個 他們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策略 台積電歐洲廠 落腳歐洲最大半導體聚落德勒斯登 合資夥伴也大有來頭 包括半導體大廠博士 英菲林 恩智浦 預計下半年開始建廠 2027年底投入生產 月產能約4萬片12寸晶圓 預計合理廠商也會隨台積電布局歐洲 台積電唯一個磁鐵 然後會吸引其他的台廠 去構成那邊的一個自然的生態產業鏈 德勒斯登那邊比較不一樣 它比較類似像現在的主要的狀況 所以說它的產業鏈已經相對的來得成熟 台積電海外設廠 日本熊奔廠有兩座晶圓廠 一廠力拼年底量產 美國鳳凰城有三座基地 其中一廠預計明年將投入4奈米製程量產 這會赤資百億歐元首度到德國蓋12寸晶圓廠 官方期待不只這樣 德國未來還是會期待台積電 在德國這邊打造二廠或三廠的可能性 如果說要從電動車升級成為自駕車 甚至是智慧車的話 那勢必要往先進製程 那也就是所謂的新奈米五奈米 甚至是三奈米的部分向前推進 專家也分析這次台積電正式跨足德國 可以視為前進歐洲的攤頭暴 靜新維修部廷 童韻怎麼到 立刻下載靜新維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